澳大利亚防长达顿 在澳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 继续鼓吹他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妄想式评判 肆意外驱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奴隶 并就地区形势和优先事项误导澳民众 煽动国家之间民众之间的冲突分裂 他的有关言论有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潮流 有损地区和平稳定 极其不负责任 中方坚决反对 澳大利亚国内不少有识之士 也对他的言论提出批评 澳大利亚是中国发展的受益方 中方从未做过有损澳大利亚主权的事 澳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 避免战略误判 澳大利亚某些政客应停止 出于一级政治私利渲染中国威胁 不要一条道走的灰 中方传奘略误判 中方伍